你有討論過大概多久未來當媽媽的時間點 我現在是醫生都還在給我吃那個條件的藥 然後醫生是有跟我說如果你想要回來的話就告訴我 就要挺藥 不能吃那個藥回育 要修養症 沒有強求 但是也不會覺得 就如果來的話就會很欣然接受 對啊 就有刻意在避孕 沒有 我們都沒有刻意怎麼樣 但是如果真的來了就來了 他人氣日常而已 因為我們還沒有小孩啦 對 所以其實這波疫情我也蠻就是覺得 好險我們還沒有小孩 因為我看到很多媽媽在哀嚎 就在臉書上就是提早放了暑假嘛 因為那時候五月就開始疫情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好險我還沒有小孩 因為如果是我我一定還沒有準備好 我會不知道該怎麼幫小孩 我很怕沒有把小孩弄好 對我覺得這樣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波疫情我蠻慶幸 還沒有生小孩 然後我也覺得父母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後來去上節目 有那個心理醫生就說爸爸 這一波都是爸爸去找心理醫生 對 他們無法接受老婆走在家裡罵小孩 怎麼在家裡發飆 因為他們平常都是上班 所以其中沒有看到老婆的辛苦 所以我就覺得哇 這個真的很值得醒思耶 就是開始在反省自己 就是跟比如說在家裡的 當老婆要怎麼當 就是你身為蔡太太 你應該要怎麼管好管理好這個家 然後現在還沒當媽媽 如果未來當媽媽 你要怎麼管理好這個家 我覺得這個是超難的 那你們有討論過大概多久 未來當媽媽的時間點 我現在是醫生都還在跟我吃那個 挑筋的藥吧 然後醫生是有跟我說 如果你想要回來的話 就告訴我 就要挺藥 就要挺藥 不能吃那個藥還育 要休養症 但是醫生感覺都 比我們還要想要養個小孩 還要急 每次都問我們藥了嗎 沒有強求 但是也不會覺得 就如果來的話就會很欣然接受 對 就有刻意在避免嗎 沒有 我們都沒有刻意怎麼樣 但是如果真的來了就來了 對 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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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艾瑞莎現在生意還好嗎 我們京城街一號的生意 反而比 因為上班族 所以那個便當的生意 比較穩定一些 但是西門町 畢竟前一任子就是 疫情比較 人家表演 大家還是 還是不太敢出來吃飯的感覺 所以生意並沒有回溫到很多 回來個三四成吧 還撐得下去嗎 還 目前還是不能給房東 房主 還是很謝謝房東 很謝謝房東 這波 大家還在共體上 如果他沒有這樣幫助 其實應該西門町 我們就選擇先關起來的 本來的預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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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柏毅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毅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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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聽了嗎 快了 好嗎 好啊 哈哈 快聊 我們就可以幫忙 安啊 好啊 ürlich這樣